大家看到这句话,他跟他初戀情人结了婚 he married his first love 这是一个典型很简单的s加v加object的句式 但这个句式是不会把它写成,大家听清楚 it won't be expressed again in the traditional active voice to passive voice and then passive voice back to active voice 不会用这个方式的,不会将那个秀词 in this case,the first love 变回主词,变成了subject 而那个男士变成那个秀词 然后那个动词变成一个被动式化 是不会这样的,是没有人敢说的 所以这里寫,his first love was married by him 他括着这个字是一个typo 即是打错字 s,y,n,t,letter t is missing 跟着a,c,t,synthetic,synthetically SORRY ABOUT THAT 他在这里说他的句法 例如 例如 下标有6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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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不合语法 即是SYNTHETICALLY WRONG 嗯 他其实那个 SEMANTICALLY 即是他那个语意方面 即是那个WORD MEANING方面 他其实是没错的 是吧 他 因为在英文里面 但是那个 嫁和娶 其实都是same word 都是marry 没有分的 他的 初戀就被他 娶了做老婆 哈哈 其实在那个 那个 word meaning 那个 语意方面 其实是没错的 是吧 即是你明白的意思 是吧 不过 一个男一个女 接着一个女一个男 是吧 但是呢 我有些补充 因为呢 其实 如果你说他 那次呢 再说多次 即是那句法 SYNTHETICALLY 其实他那个 句法 都未必有错 什么意思呢 Are you following me? 希望大家 即是 给多一点点 attention 啊 其实他的句法 想心一层 呢 其实他未必错 因为呢 大家有看过 Romeo and Juliet 那部戏 或者是知道 这个 Shakespeare 莎士比拉 一个 罗文欧与朱丽叶 那个故事 那个剧情 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就是 Romeo 和一个朱丽叶 是最后 最后是 私奔的 即是 they're running away 对吧 they're looking from their respective families 那他想起来怎样呢 他们去到 修道院那里 take shelter 在修道院那里 避难 那个修士 他这个呢 就是 一种很 一种门派的修士 就叫Friar 那他们呢 是甘于贫穷的 那那个Friar Lawrence 如果我记得是正确的 如果我记得是正确的 希望没有记错 Friar Lawrence 就帮他们 主持婚礼 而希望呢 就通过一个动作呢 就是令到他们 两个两族呢 是 和解 Ending the field 结束他们长期的宿愿 但是这个故事呢 就 潰贼人口 所以 不需要多说 就在这儿了 即是 Friar Lawrence 羅伦斯神父 sorry 羅伦斯修士 就替他们正婚 其实就可以用这个句式的 哈哈 but I assure you 如果你是中学生 甚至是大学生 其实 即使你是外国人 其实 there's no need to know this 其实都不需要知道的 知道吗 对你有信心为无影响 OK 继续去赚钱 好了 那 那 Friar Lawrence 帮他们正婚呢 就可以用这个句式 就可以用这个句式 那 如果是Active Voice Friar Lawrence 我免得写出来 Friar Lawrence married Romeo and Julian 即是那个 Ceremony of marriage 那个婚姻的仪式 就是由那个修士 去perform 由修士 去主持 去见证 OK 那 如果Active再开始 如果Active Voice Friar Lawrence Friar Lawrence Mere Romeo and Julian 那这个句式 这个句式 这个句式没有问题 这个是Active Voice 句式 那被动式的句式呢 是可以的 所以 今天的我 打刀作天的我 所以 我是否应该再出本文化书 就是 去 去 去 叫 增加回去 是吧 就是 再说清楚 在这里 是吧 Get to the bottom of it 就是要尋根究究底 喂 你这里 就算不是错 都是 Not the whole picture 是吧 这样 那 如果被动式 你可以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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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uple The couple 即是它两个 小情侣 Romeo and Julian We're married by Friar Lawrence 好 那 那 那 这个部分 讲完 就在这里 向大家道歉 向我买了我这本书 的 教师们 或者是 对英文有兴趣的人 向他 Say Sorry OK 关于这里 以后 如果我有再发现 我会 或者有些 idea 有些new idea 我也会 讲一下 OK